我们今天讲一下Westwood Plateau 这是俗称攀龙山庄位于高桂林的北部 是高桂林主要街道Devay大街的一北 东边边界是Pipeline Road 西边是Pormody Heritage Wood相邻 区内有Pantry Way, Johnson Street, Plateau Bluart和Pugway Bluart 四条主要通道相连 三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赛车场 在1989年的时候 一位名叫哈森的伊朗人拿下了这片山头 开发出两个高尔夫球场 并在高尔夫球场的周边发展起了山头的住宅群 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Westwood Plateau 北靠青山风景秀丽 近可观北岸山脉 远可跳壮丽的Broke Mountain雪山 由于地势较高 Fraiser河谷及高桂林城市均可禁收眼底 加指区内树木餐天 小溪餐餐 因此本区历来是高桂林居民职业的首选 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成功人士前去定居职业 班农山庄主要房屋类型为独立房 其特点是房大地大风景秀丽 社区静密绿化出色 小区内独立房基本是三层建筑 三到五卧室的比较多 占地从6000到8000平方英尺不等 2000年以后新建的房屋占地面积略小 大概是4500到5000平方英尺 建筑室内面积在3500到4500区 有不少建筑拥有独立的出租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本区内带有Strata性质的独立房 也有房主每月需要交纳物业管理费 由于小区公共部分的维修和维护 区内的Plato Bluart和Parkway Bluart是著名的豪宅区 因此素有梦幻之间的美誉 也就是Street of Dreams 道路两侧分布着经典大气的豪宅 大部分房屋占地15000平方英尺以上 我们今天就介绍一个位于Parkway Bluart的著名豪宅 这栋豪宅位于高桂林的盘龙山庄 1527号Parkway Bluart 这个房子的特点是地大房大景色异常优美 应该说是豪华大气购档次 低调奢华满内涵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桂林的盘龙山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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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